新年的故事 在古老的中国,深山里住了一头怪兽 这头怪兽平时都躲在山里睡觉 没有人看过它 每年的除夕夜晚上 它就会到山下的村子里找东西吃 只要是可以吃的 无论是鸡还是鸭 统统都会被抓走 而且它还会把所有房子里的东西 弄得乱七八糟的 因为它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出现 所以村民都叫它年寿 除夕夜的前一天 村民们照例身上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准备逃走 快逃,赶快逃命哦 赶快躲到别的地方 等明天年少走了以后再回来 村民们正赶着离开的时候 来了一个老乞丐 那个老乞丐是谁呀 这么从来都没有见过 对呀,怎么会现在来呢 不知道呀,我们赶快走吧 村民们一边说 一边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村子 老乞丐走到老婆婆的家门口 老婆婆从屋里走出来 拿东西给老乞丐吃 您今天来的真不是时候 晚上年寿就会到我们村子里来 大肆破坏啊 我认为你应该跟我们一起 到别的地方去避难吧 否则会被年寿吃掉 哈哈哈哈,我不怕 如果您愿意让我在您家 借住一个晚上 我一定会把年寿赶走的 年寿很可怕的 我看您还是不要冒险吧 放心吧 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好吧,那我先走了 请您要小心哦 老婆婆摇摇头地离开了 天色渐渐暗了 老乞丐忙着在老婆婆的大门上 贴上红纸 时间不早了 年寿应该快要来了 我要赶快准备准备 老乞丐在门前贴上了红纸 还放了很多竹子和柴火 晚上,在山里睡觉的年寿醒了过来 伸了一个大懒腰 哈哈,又可以大闹一场了 嘿嘿,我来了 这时,年寿在村子外 远远地就看到老婆婆家灯火通明 咦,那是什么 居然有人这么大胆 没有逃走 哈哈,我就从这一家开始闹吧 年寿就很得意地往这家走去 正当年寿走到老婆婆的家门口 突然看到门上的红纸 发出强烈的光芒 射入年寿的眼睛 啊,我的眼睛 年寿痛得在地上打滚 老乞丐把门打开了 可恶的年寿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啊,这是什么声音 好可怕的声音啊 我受不了了 年寿吓得拼命捂住耳朵 老乞与又点燃了另一堆竹子 发出更吵杂的鞭炮声 救命啊,我受不了了 这时,年寿捂住耳朵 拔腿就跑 离开了村子 不要跑,我还有很多竹子呢 第二天 村民们回到了村子 村子里干干净净的 大家都好奇的东张西望 奇怪,难道年寿没有来吗 是啊,是不是没有来啊 所有的东西也都好好的 鸡鸭都还在呢 老婆婆走到家门口 看到门上的红纸 和没烧完的竹子 突然恍然大悟 兴奋地说 难怪老乞丐昨天说他有办法 原来他是神仙啊 从此,每到过年 大家都会在门上贴红色的春帘 并且放鞭炮来吓走年寿 慢慢地 也就变成了一项新年的习俗了